南部官四名三協会 驾一期万年度成功发表会 副官长丹志琪也全港出席 来表达中市管来组绍奉地的工作 会中主办单位除了一干部 来典显这一年来的辅度成功 也特别请到两位已经驾出 想要组绍的四名五岸期的国安民众 来分享他们一路走来的心情 那我也很感谢多生命学 还有的社工员 还有大家的辅导员的帮助协助之下协调 在旁边这样沟通 让我的家里人知道说 如何去协助忧郁症的管理者 他们很愿意帮助我们 甚至帮我们找房子搬家 换了一个新环境 换个新的人生 这对我来讲 是非常大的改变 会中副官僚丹志青也相当认真来听到两位民众的心情分享 并且很困定 南大官司命算协备的努力救助以及辅导 会中也会有有需要帮助的民众 都能等下一救救后来尊救心理上的安危和索解 那些问题能够解决的话 它才不会再重复的至少 那所以我们希望南总县能够透了这个记者会让更多的人知道 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社区的守门人 守门人就是希望我们整个社区都没有一个自杀的个案 你帮帮帮帮他把那个门守住 那每个人都是 所以如果有发现的个案 欢迎你打1995跟0800 请邦邦995788995 那其实优秀他是有一些现象的 就包括那个小小家 他有时候会无不得哭 他有时候就很心情不好 然后一两个礼拜都不讲话 很互动很低潮 所以不想出去 一直想待在家里 不想跟人家讲话 所以他这个现象一定要透过家属去提法 这个真的是家庭关心是最重要的 会中主办论委员继续 这一年来 因素新职位214位 自杀通报告案当中 其中以家庭问题因素 来申请自杀相反的比例上官 因素也显示 请人资金 保障关心到便利 就是帮助改善 有人想要自杀的有好办法之一 因素也好友 民众只要有信 都应当新委 一个成功的自杀奉地收门人 勇敢走出抵操 最后 记者减分算 最后报道